核彈升空 軍事演習 北朝鮮頻頻展現出核無野心 但就在三次文經會後 有了180度大轉彎 週三 南韓國家情報院 受國政監察時表示 北朝鮮將可能關閉 封吸禮盒子試驗場 以及拆除東倉里導彈基地部分設施 情報人員也指出 北朝鮮可能再為開放 國際檢察人員進入勘察做準備 但美國專家卻認為 非核化還研知過早 關鍵還是在參訪的內容 今年5月 北朝鮮在美 中 英 俄 韓 五國記者見證下 爆破封吸禮盒市場 Hungay-ri is where Kim's regime conducted at least six nuclear bomb tests 包括昨年最強烈的爆破封 最強烈的爆破封 最強烈的爆破封 很多次的爆破封 最強烈的爆破封 美國的爆破封 在本月這個年 北朝鮮將在網站上 表演給報告 但卻因為沒有邀請相關專家到現場 外界批評可能是在作秀 質疑聲浪不斷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第四次訪問平壤時 北朝鮮與美國就曾安排 外國訪問團參觀封吸禮 並達成協議 希望可以盡快完成廢核化 南韓政府當位目前正密切注意 寧邊和北朝鮮核子設備 目前並沒有發現任何異狀 南韓總統文在寅週四演說時 也發表金正恩將會在不久後 訪問首爾 兩韓關係明顯虧溫 但北朝鮮仍然需要更多實際行動 來消除外界對朝鮮半島除核的疑慮 大愛新聞陽晴編譯 好